在国家巴基斯坦正面临第八次季风雨周期 连日报雨酿成洪水 至少造成903人丧命 其中有326位是儿童 同时还有高达5万人无家可归 民众只能搭乘小船讨家园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 今年7月是近30年来最潮湿的月份 降雨量比以往30年平均还增加133% 巴基斯坦气候变迁不长比喻 这次的降雨宛如圣经中的大洪水 包括贝禄之省 南鹏家以及信德省 等30个地区受灾严重 而且预计本周末还会有新的季风雨将持续降雨 他同时表示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宣布需要国际救援来应对水患 帮助巴基斯坦恢复和重建受损的基础设施 东森国际中心综合报道